大家好 我是小美 今天的主题叫退网吧 我累了 真累了 稿子写到一半才知道主题是退网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退网吧 我还挺惊讶的 我说这次节目组还挺有童心的 网吧我也太熟了 都写半篇了 行吧 退网 退网 退出网络 我第一次接触网络呢 就是在网吧 你还记得以前网吧环境有多差吗 非常的恶劣 我第一次去网吧的时候 就是发小带我去的 他说小北 带你感受一些神仙的生活 然后我一到那发现全是二手烟 我说这就是神仙的生活是吧 我说小北你就说是不是腾云驾雾 烟大到什么程度啊 那天我出网吧 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弯腰从大门掏声的你知道吧 然后大学的时候还经常去网吧 写论文什么的 同学发现都很惊讶 他说小北 你为什么在这么神圣的地方 干这么龌龊的事情 然后我旁边突然那个大哥就管我借书 他说你看吧 网吧不止我一个人看书吧 说完这句话 那个大哥就把书盖在他的泡面上 当时网吧好几个人吃泡面 书点不够用了 当时就感觉书到用时方恨少 以前的网络环境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上网就是为了交朋友 我也交过网友 甚至还在线下见过网友 当时到了约定地点 发现那个网友是我班的男同学 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 蝶恋花是你啊 你不是个女生吗 他说你不也是个女生吗 蓝色妖街 现在的网络 大家就是力气都特别重 甚至还有人出来挑事 前两天节目刚播的时候 突然飘过来一行弹幕 就没有人骂小北嘛 我心想大哥你要骂你就直接骂 你怎么还攒上局了呀 我真的是服了 我不是说大家不能评价我 关键当时我还没上台呢 你知道吧 我心想大哥你这是缺人吗 你这多少点缺心眼吧 气死了 前两天我刚看了更无理取闹的 那帮踢足球的人和玩飞盘的人吵起来了 就因为足球场地 特别有意思 那帮踢足球的人说 说都是因为你们这帮玩飞盘的 站着我们足球场地 耽误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然后那帮玩飞盘的说 中国足球是差个场地吗 你给我甩得这么好 扔飞盘你也差不了 我真是服了 我觉得这个事有什么可吵的 那不就是个租赁的草坪吗 谁花钱就让谁玩 草坪不是之前干嘛 现在就得干嘛 如果你非要这么较劲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先把草坪还给羊 羊还得说呢 不敢当不敢当 还是还给时刻了 这个小亚运送给屏幕前的大哥 大哥你现在可以发弹幕了 你可以骂我了 你不骂我 我都想骂自己 我其实在生活中啊 是个特别怕争吵的人 每次看到网上别人在吵架 我就很紧张 每次看到别人吵架 我脑海中就有个场景 都是住手 都不要再打了 现在网上干点什么事 你都挨骂 我玩游戏我都会挨骂 因为我玩得不好 经常就有人骂我 玩得不好 前两天有个男的就骂我 他说你没长脑子吗 你手怎么长得跟脚一样 当时都跟我骂懵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灵激动 然后我就开始装女生 我说那个对不起嘛 应应应 我们女生可能不知道啊 应应应这三个字 对男生杀伤力有多大 那天那个男生 带我赢了一晚上 我感觉那男的 已经沦陷了 他叫了我一晚上宝贝 当然我也没有饶过他 我答应了一晚上 他甚至都已经忽略我的网名 我的网名是 我是你北爹 我跟你说 我现在对网络的环境 印象呢 就是跟小时候的网吧一样 就是乌烟瘴气 比起现在上网交友 我更愿意再跟朋友 在现实中面对面 去网吧 谢谢大家 我是特别 谢谢